好,亲爱的大家们,你们好 这两天我心血来潮 所以就想做一些中文的视频 这些视频主要是为了 让已经会说中文的人来把中文给温习一下 因为我自己本身,我这两天开始学法语 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是因为好多特别的需要 具体是为了什么事情我就不讲了 所以我就想,既然我在学习一种新的语言 而且最重要,我是听了一个法国人做的一个视频 我就是在网上找,在YouTube上找 哪一个视频我可以学法语 然后我一开始先找到画画的 有好几个,有女的,有男的 后来呢,我发现一个人说话声音特别慢 特别的耐心,特别舒服 你听他说话,你就觉得特别的放松 然后我就开始听他了 他的名字叫Lami Aguajal Lami Lash 好像是这个,Lash O Lack 然后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不知不觉的 我就发现,你要是对一个事情有兴趣 这个网络,他现在太聪明了 他都知道我想找什么 第二天,不知不觉就冒出一个学法语的 终于找到这么一个人 他的YouTube上面那个网站 YouTube上面那个频道 叫Inner French 他有一个podcast 他的podcast叫Carton Podcast 因为他的名字,他叫Yugo Godong 他呢,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讲 所以对我感触特别大 来,我慢慢给你讲讲他是怎么做的 他说话,说法语 就是平常日子的法语 不是教,不是教语法 不是教字,不是教句子 就像平常你我聊天这么说话 说平常的事 但是他本身 他的声音特别准 他的说话的语气 还有音调 语气 频率 都是慢慢的 这个人本身他说话也是慢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本身不是说话特别快的那种人 说话有一点平缓的 所以他就利用自己的长处 而且他去另一个国家教书 所以对教外国人学法语有兴趣了 所以我就听他的 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就在想 我们学中文 并不是为了每天学会说 你好 再见 你很漂亮 这样一些词 有好多 好多人 有可能你去过中国 有可能你学过中文 中学的时候选修学中文 或者大学的时候选修学中文 你多少有一点中文的基础 但是好长时间没用了 就给忘了 或者 老爷找不到合适的 因为这个书都是在怎么去中国旅游啊 什么课本上的书 真正生活中用的这些词 就像你我平常聊天 就好像你跟你 你跟你的同事聊天 你跟朋友一起去喝杯茶 喝杯咖啡 去吃个饭 平常聊天的事 都不是那些课本上的事 是这种平常日子 说话的这些事 所以我就想 我也做中文视频 我想想我自己的长处 我自己的长处 我相对的 说话还是比较准的 而且我自己本身 我说话不快 我是生在北京 生在新中国 长在红旗下 我是生在北京 但是我父母不是北京人 是从 是从河北其他地方来的 而且我住在外交学院 我住的这个大院呢 也有好多外地人 所以我们说的北京 不是特别特别那种 儿子音特别重 就是特别不好懂的 老北京老北京的那个话 我是生在北京 一开始我们小时候说的话 我们也听不懂 老北京人说的话 后来工作了 后来上学了 有好多老北京的同学 慢慢地懂了一点 所以从发音上讲 基本上是按照普通话的课本 标准字音学出来的 然后慢慢地又加了一点 北京话的这种 软下来的儿字音 是很平常的 所以我觉得 就这一点 从发音上讲 还算是标准的 还算是平常的人 还算是好懂的 这是一个方面 然后从内容上讲 我本身就不喜欢 那种特别做作 那种端着架子做的东西 端着架子 这应该是一句北京话 端着架子 架子嘛 就是特别当回事 特别认真 甚至于有点假 我不是那个 我就觉得 生活中有好多事 我们可以讲 比如说讲讲北京 北京什么地方好玩啊 还有 现在我们就不用讲 什么北京那些的 我现在住在加州 我可以讲讲我身边的事 对不对 就好像平常聊天一样 比如说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我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我就拿着我的那个 稳定器 视频的稳定器 我不知道它的 中文的 中文的翻译 我都不知道 是什么 其实我是自己猜的 它本身的英文名字 叫Gimbal 所以我就拿着那个稳定器 视频稳定器 把电话往上一加 然后戴上我的耳机 就开始听 还是听那个 法文的那个话 法文的那个频道 它已经做了 四五十个 五六十个 六七十个 我都记不住 它做了多少个 就这样一边走 一边听 走得特别慢 这样我的视频呢 可以稳一点 你们看起来呢 也不会觉得特别晕 一边走 一边听 我就觉得挺舒服的 我就想 为什么不把这个时间 利用起来 来咱们就说说这个吧 将来我做视频 我会 多多少少的 加一些这样的内容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闲着没事了 雨天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拿这个视频出去就做了 这也是北京话 我就 带上自己的 带上自己的 那个 那个稳定器 我那个稳定器 我随时都放在书包里头 放在车上 该出门 一拿 也挺小的 就出去了 这个呢 是昨天晚上 我觉得天特别好 我本身就喜欢这种 有一点阴雨的天气 让人觉得特别舒服 尤其加州 特别特别干 已经有 好几个月 一点都没下雨 突然一下子 这两天开始是雨季糟了 整个树都绿了 这个草 青青的 可能还没开始全部冒烟 但是开始出了一些绿色 那个地是湿的 潮干 可舒服 所以我就去路上走 去了 附近的一个城市 而且我发现 现在这个时候 尤其是周末 现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不能出去了 所以 大家都去公园 如果你去公园 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公园 实际上人很多 去公园 你和人接触的机会 反而更多 你和别人 就整个这个 和别人碰到的机会 和拉开距离的这个可能性 不如去这种远的 远地方的平常的路上走 这个呢 就是一个 一个 生活小区 这个生活小区 后面呢 又有一些这种小路 所以 如果我要是找这样的路呢 如果我要是想走路 现在我不去公园了 公园里人特别多 一般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 带着孩子出门 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出门 他就去公园了 如果你要是 有这个可能 能够走一些 避开人多的地方 就走平常的路 你就走 你就是在 在在在门口这些 街上的这些 社区 小区里头走路 人都比公园少 在街上走路 而且 我们住的这些 这个地方呢 有好多这种小路 他 他这个城市管的叫 pass 在不同的 城市里 都有不同的这种小路 就接到山上了 然后你可以去 这个并不是 那种好多人去的公园 这个也不是那种 县里的 县里的公园 然后 有一个大的停车场 这个都没有停车场 你在路边停车 也是合法停车 在路边停上车 然后走一小段 走到这种路上 我就觉得特别舒服 特别合适 我是在 在网上查到的 网上有好多这样的资料 还有的网上 专门告诉你 哪条路 可以走 哪条路 把那个地图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然后剩下的 就听天由命了 怎么讲呢 你找到一条路以后 往哪走 我就不看地图了 只要它能走下去 我能照着这个路去 我就能照着这个原路回来 所以我就不怕了 这样你就可以安安静静 舒舒坦坦地走了 还有 如果你照视频 有的时候 有些噪音 我就把这个噪音 给放低了 我自己的声音 我自己的音量 我现在说话的这个 这个 附加声音 voice over voice over 中文 叫配音 我现在的这个配音 我放它百分之百的音量 那是我把那个背景的 就现在去山里走路的这个声音 我可以给它放到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 百分之三十 你自己先听一听 哪一个最合适 如果这个声音 光是人说话的声音 它显着有一点 显着有一点 太干了 你看 有的人做视频的时候 做这种后期配音的时候 它可以加上音乐 我就想 第一 我自己不会做音乐 第二 如果我要是拿别人的音乐 你不知道有什么版权之类的问题 太麻烦 干脆 我就用它的原声 而且这一个 还不是特别 特别不好意思的声音 比如说你家里睡觉呢 家里人打呼噜啊 什么那边有上厕所的声音啊 这你不好意思弄 你就给它音频 音量弄到零 但是如果遇到这种 遇到这种街上走路的声音 我就给它放到一半 哎 就差不多了 好 今天 我这也到时间了 差不多十五分钟了 如果你们有兴趣 告诉我 你喜欢这个 以后我会慢慢 做的越来越多 好不好 大概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 我这一个 以后我会做一些这样的视频 完全用中文说 你告诉我 你想听什么内容 我看一看 我知道了你想听的内容 我就会做相关的 如果 大家不怎么感兴趣 都没听懂 那就说明有些主题不太重要 所以 今天的这个就是讲 我怎么开始的 下一次我还没有想好讲什么 下一次 来我们来做一次茶的 因为 你可以一边看着茶 一边喝着茶 一边品着味 有好多 好多动手的 有好多看得见的 就能看见 也可以说一说 这个树 这个树长的什么样子 之类的 你可以用英文回答 可以用中文回答 没问题 你也可以 把你用英文想好的 用 网上的翻译器 给翻译一遍 你最好把两个都给写下来 一遍中文 一遍英文 我能知道你的根 你自己真正想的 好不好 如果你愿意用其他语言来回答 中文 英文 法文 西班牙文 意大利文 韩文 日文 阿拉伯文 什么文都行 你可以写在上面 我上网一查 用网上翻译器 一翻就行了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 再见 祝你 快乐 这中文我也得找出个 起头和结尾的词 行 我先想想 祝你 好好休息 天天快乐 再见 好好休息 天天快乐 再见 谢谢 谢谢 敬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